8.7毫米的流線型機身 選用超微細碳纖維用料 備有4.8吋的高清特大屏幕 1.5GHz的雙核心處理器 Nable新一代Windows PhoneX的線人手機 主攻商務客 賣點是可以跟Microsoft Office兼用 因為電話已經內置了Microsoft Office的軟件 我們看看Presentation 平時我們用其他平台的時候 很擔心Presentation的動態畫面 會不會走的樣子 或者做得不暢順 但是這次不同 因為你在原生Microsoft Office 看的動態畫面 基本上跟你電腦看的畫面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你拿著這部機 等於有一個隨身的Windows PC帶出門 例如Excel上面 亦都可以立刻做得到一些方法的計算 可以直接修改和換算一些方法 首先我們最主要的目標用戶 其實我們就是一些用慣了Windows的用戶 或者Microsoft的用戶 因為我們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Microsoft是它的主流 或者Windows是它的主流 這部機我們的主要目標 一定是這班人 但問題是我們的信心 亦都是透過更多的用戶 去體驗這部機後 其實他會發覺這部機 而不是只有一部Windows 封那麼簡單 好像這個兒童專區一樣 亦都是另一個賣點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小朋友 看到電話都是外不適守的 都會拿來玩 因為有很多遊戲可以下載 但是很多時候你都會擔心 這些小朋友會不會將你重要的文件 或者相片去刪除了 或者傳出去 這個Windows的風法就很體貼 就給大家使用不同的專區 用法就好像在電腦加入不同的賬戶 作為管理員的你 可以控制其他用戶的權限 所以小朋友只可以看到你 預設了的正式或者遊戲 進入他們的專屬界面 現在講求個人化 用家可以利用Windows PhoneX獨有的動態專屬界面 不單只可以將不同的程式移位 還可以按他們的重要性 放大縮小 令到部分的程式不用按進去 都可以即時看到他們的動態更新訊息 一目了然 最適合Multi-Tasking的人 現在的城市人個個都機不離手 要靠手機做公事 無電都真是挺麻煩 這部RTX有2300mAh的特長電量 足夠上足整天網都沒問題 最近天氣又暖 最適合去郊外行山 其實行山路線有些很容易行 有些就很難行 怎樣才選到適合自己行的路線呢 這個APP就幫到你了 大家不要以為去行山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其實事前要做足準備 才可以後顧無憂地享受行山的樂趣 這個APP可以由基本開始 了解行山有甚麼要注意 香港有甚麼行山的好地方 先看看遠足的基本資料 再看看需要甚麼裝備和技巧 比如說要穿甚麼衣服 帶多少水 最重要是看安全守則 要知道如果中暑或迷路可以怎樣做 當然不少得學計劃行程 事先計劃可以大大減少意外的機會 如果你是行山的新手 不妨又行加樂徑開始 按入博富林加樂徑就可以見到路線圖 放大縮小可以看看全場有多少 附近有甚麼設施 起點和終點又在哪裏 資料中可以看看沿途有甚麼景色 路線的簡介還有搭甚麼車可以去到 而圖的下方還有一個活動指南針 放平的電話就可以用 集地圖和指南針於一身 非常方便 如果上到網 可以利用衛星定位 連接去更加精細的地圖 如果擔心郊外上不到網 都可以來線下載定資料 先按設定 然後下載 到時走緊也有得看 行山經驗豐富之後 不妨繼續挑戰一下 自然教育徑、郊遊徑 或者長途遠足徑 看看櫻巢山自然教育徑有甚麼風景看 港島徑比一般遠足徑長 非常有挑戰性 當然都可以依照地區搜尋理想的地點 就由最近家裡的地方開始 香港其實有很多很漂亮的行山地點 只要有了這個APP 大家就可以輕鬆又安全地投入大自然 再來 字幕志愿者 打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